字幕提供 Angelo這個年年有魚步步糕 主要材料有蓮藕和鯪魚 兩樣都是平常的住家菜材料 加年蜜味 他們合在一起 怎樣才能做出 放得上桌子的矜貴蓮糕呢? 我們先將蓮藕刨蓉 刨蓉 用三分之二刨蓉 蓮藕當然是先刨蓉皮 是 這是生的, 沒處理過的 對… 這個步驟就像做蘿蔔糕 刨蓉的蘿蔔蓉一樣 不過蘿蔔糕是刨蓉 是 刨絲 刨條 是 但這是蓉, 看到嗎? 看到 三分之二刨蓉 另外剩下這粒蓮藕如何處理 切粒粒 切粒粒 是 為何會這樣做, 不刨掉呢? 因為切粒粒 放在裡面的膏裡會有口感 有口感 即是咬下去一粒粒 你會吃到… 這是蓮藕菇 最重要… 真是蓮藕初成一樣 對… 刨蓉後, 蓮藕要切粒粒嗎? 是, 不用切片 可否再快一點? 我看不出來, 真的 你手上一聲就已經分開了 很厲害, 手上來 這樣切了一半就不會滑來滑去 對, 沒錯, 這樣切多小都可以 這些真是入廚智慧 如果讓我不知道 我真的拿著蓮藕 這樣沒有滑成, 還要切雙手指 會切雙手指的 總之就是中間… 這樣切下去 是 很快 蓮藕磨完蓉就切碎了 然後有什麼配料要處理? 像瑤柱, 這些已經浸泡好了 蝦米, 這些還未浸泡 浸泡了之後, 我們然後切碎 軟生一點 切碎了 還有冬菇 冬菇浸泡好之後, 我們現在切成小粒 那Angelo, 這些要浸多久? 這些嗎? 這些看你用熱水要浸一個小時半小時 可以 熱水就可以時間短一點? 熱水就快一點 還有你洗了才浸, 那些水我們要留 不要浪費 這些全部都是精華 對, 油花等下放高的時候 做高的時候攪拌, 不要浪費了 好吃的 冬菇, 蝦米, 乾尿柱浸泡好了 是的 然後還要做的是? 這個鯪魚, 加些麻油, 胡椒粉, 還有陳皮 這個怎樣處理呢? 拿了陳皮之後 我們浸泡了它 浸泡了, 然後切碎了 這個要浸多久? 要浸到它全軟 浸泡了, 然後就把浪刮出來 然後剩下皮, 然後切碎了 就拌到這個鯪魚肉 是的 為何要加陳皮 在鯪魚肉呢? 因為鯪魚是要加陳皮的味道 除了吊起鮮味之外 還要去腥 哦, 切粒就放進去? 切碎它 切碎它 有這麼碎就可以 真的很碎 對, 只有這麼碎就這麼碎 對 好, 拌完了, 要怎樣攪拌呢? 我們要加些麻油 加些麻油 加些胡椒粉 胡椒粉加進去是劈了魚腥 對, 增加它的香味 因為這個是膏, 所以可以加多一點胡椒粉 然後我們用筷子把它攪勻 攪勻 攪勻 你刮過, 為何散了? 我就是要它散 對, 我看到鯪魚肉好像分開了 對, 為何呢? 我稍後會把它炒成一粒粒 Angelo, 接著就攪拌了 是 加些油就煎鯪魚了 沒錯 如果家裡煮得划算的話 你建議買多少條鯪魚? 如果買魚肚, 買四個就 我煎鯪魚的時候 我會加些薑 令它沒那麼腥 而且逢你煲魚湯 如果加炸蒜的話 會有聲音 我們把薑放進去 好 這麼有趣, 這個蒜頭有劈腥的功效 是, 炸蒜, 煮湯, 用來煮湯 去到很盡, 會劈腥的聲音 在煎魚的時候 你可以聞到薑和蒜的味道 好, 滾水就行了, 幫你倒下去 全部倒進去 全部倒進去, 好 盡情一點, 出了煙了 現在加了三個涼杯水, 放在鍋裡 是, 待會煎到變成兩個涼杯 煎到變成兩個涼杯就行了 好, 我先幫你蓋住它 是 好 真的要照顧它 煎了之後, 關火 然後慢慢煎 很精準, Angel 魚湯已經煎到由三份變成兩份 是 好, 魚湯就完成了 剩下一個涼杯 是 好, 接著下一個步驟要做甚麼 我們先把鱷魚蓉炒香 炒香 好 好 因為我要劈腥, 剩下一個 我知道, 劈腥當然要用蒜頭 對… 剛才我們要拌好 對 你說要炒至一粒粒, 對吧 是… 現在差不多好了 好 先放在碟裡 好 那顆蒜頭就不要了 是 然後我們來炒蝦米、冬菇 還有臘腸等一起炒 乾瑤柱炒不炒? 炒… 好, 都炒 留一點, 待會我們做… 擺臉你要做製作嗎? 是 現在要先放在一起嗎? 一起炒 一起來的 很好吃 對, 只是臘腸炒, 冬菇 加上蝦米炒下去已經很香 這個炒至什麼狀態就可以了 香 香 現在我們可以加一點胡椒粉 下去, 令它香口 很多東西, 也可以加一點生抽 但是我感覺到 因為有蝦米和臘腸都挺鹹 已經夠鹹了 我們不需要 炒至這麼香的時候, 也挺香 很香, 胡椒粉 加上這個, 一起炒 綿藕粒就全部放進去 是 好 我們拿兩粒蒜頭 我放綿藕的時候就要拿兩粒蒜頭 因為我不想別人吃高的時候 咬了一粒蒜頭 我們只要它的香味 現在已經聞到很香味了 是嗎? 沒錯 我們放魚湯 好, 一次過倒進去 倒進去… 很高興 放進去,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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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是 很容易鬧 好, 然後你拿蓮藕蓉給我 是 這一刻加蓮藕蓉了 是 全部倒進去 慢慢放進去 慢慢放進去 因為蓮藕蓉是有粉的 放進去後, 它會變稠 開始變稠 所以要慢慢來 我們這時候調到火很慢 小火 對, 很小火 很小火 對, 因為它變稠 就會變稠黏了 你看到嗎? 看到… 已經變稠了 是嗎? 對 像烤仔一樣 對, 沒錯 剛才的蝦米水 撩柱水 倒進去 倒進去 好, 一次過倒進去 好… 好, 來吧 這時候你可以加調味 我只加一點鹽就夠了 很少就行了 很少, 因為就是這樣 鮮女散花油 我想百分之一茶匙 百分之一 好, 拿我們的粉過來 這個粉就是尖米粉和凳麵 我們都篩過的 已經拌勻了 拌勻了 現在六號, 你幫它慢慢 好 已經開始用 是否這樣倒進去 對, 篩進去 這樣… 篩勻它周圍 好, 這下真的有技巧 對, 要不然它走進一堆 所以就不漂亮了 挺好的,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親子活動 對 現在就加了鱗魚 又是平均分佈, 對嗎 對… 這個真是挺好的助手 當然了 之前我和肥媽拍攝平的二十多集 不是浪得虛名 對… 對, 沒錯 拌勻到均勻為止 一定要均勻 放進蒸盤裡 對, 你幫我把蒸盤… 好, 塗油 先塗油 好 好 塗油嗎? 塗完油 是 很均勻 是 很均勻 是 我們放了一半左右 然後就用這個 這個… 沒錯, 令它下面不會有空氣 很香 烹仔細細 是 即是甚麼都有齊 一到平均勻就可以清潤了 對…因為你不要讓它有空氣 Angelo, 我記得的 你叫我幫你留些蓮藕片 還有臘腸 是 怎麼用呢 我們來做裝飾 令膏未吃之前 看起來也挺漂亮的 讓一個立體的花 好像一朵蓮花 好, 嘗試刺一朵進去 是 好 行不行 行 我們做完的時候 就感覺到好像一朵蓮花 在一個荷葉上面 真是很漂亮 很立體 這個是3D年糕 3D 立體年糕 加上一些紅薄薄的臘腸 是 那就適合新年氣 是的 這是花心 真的好像一堆花一樣 是的 這個是花蕊 這個是花蕃 在我們蒸熟的時候 再加一些蔥 芸西蔥 就像一塊荷葉 上面的蓮花 很漂亮 很有美感 這個做完 現在可以拿去蒸 蒸多久 隔水蒸 蒸1小時 015分鐘 好 那我現在幫你拿去蒸 是